蘿蔔絲餅的話是30 加蛋粥是40 合理價錢正常 而且他們現場都在手工的麵粉 然後現炸 他們的速度都是非常的快 超厚的耶 對啊 五年金 我 有我噴到你嗎 欸不要亂噴 歡迎收看你來當主Key 我來附和你 沒錯全新最敷衍的節目 但是大家要最期待覺得 最好看的系列 有到敷衍嗎 我覺得蠻好的耶 因為我們就是要把機會讓給樹人 然後他們介紹他們家附近好吃的東西 我跟你講這家厲害耶 你沒有吃過 沒有 因為剛剛我看到裡面都是爆滿的 對 人超多 這個地方在裝進入377號 然後這位粉絲很推這間叫做 微美早餐店 好像是只有在地人才會知道 對 那我們馬上來介紹一下這位粉絲 歡迎子余 哈囉 子余養兒親不帶 蔡俊你知道是什麼嗎 是什麼啊 我也不知道啊 她很可愛 又高學歷 來自己介紹一下自己來歷 哈囉 我是北一畢業的子余 然後我現在在四大年研究所 欸好厲害喔 怎麼會想要投稿介紹 因為這間真的就是 其實很少那種美食的頻道 來推薦這間早餐 那這間主要都是我們北一的學生 就說 這間早餐的蛋餅超好吃 所以就說就是在地人才會知道 在地美食 所以我們等一下把食物就放在地上吃 那你有沒有推薦這一間的什麼東西 它的 鮪魚蛋餅跟 總會蛋餅 那我們現在已經點了 我們好像就來試吃一下 好 登登 耶 很大份耶 而且你看 它的餅皮 它的餅皮滿特別 它不是那種一般早餐店那種蛋皮的 它比較接近像是燒餅的那一種 然後會有點焦焦脆脆的感覺 而且它超厚的耶 對啊 五五年筋 五五年筋 有我噴到你嗎 哈哈 欸不要亂噴 它的分量都超多的耶 真的 而且它皮超級厚 而且它蔬菜其實這種都給的蠻多的 這個女生應該吃不完喔 不會再不脆也不會太脆 你在說什麼 它是外卷然後裡面又是超多餡料 然後這一間我吃完了結論我錯一下 裡面的料跟一般的差不多 但是最好吃的是它的餅皮 夠脆 對然後又有點厚度 三、五吃起來像四、五 六、十吃起來像七、五 那佐伯母鳥 你還沒吃過對不對 那你來介紹一下漢堡 你看它的小朋友早餐代表 我一聞到這個心機我就一整個 心機了 這是什麼意思 食指大洞 哇塞你跟誰學的啦 沒跟喔 因為早餐店五顆星的話 有沒有打幾顆星 我覺得有4.5耶 我4顆 我覺得這個生菜太多了 3.5 那你覺得呢 5顆星 它推薦的一定5顆星啊 你會不會做節目這麼老實 誰要看 喔對不起 超好吃的 5顆星 那我們沒有夜明 OK 夜明 好 那下一間 你有要推薦的是什麼 無星市場有一間 很好吃的蘿蔔絲餅 好出發 蘿蔔絲餅 哇 很讚 那帶大家來到這第二間的話是 我蠻推薦的巷子口蘿蔔絲餅 它在無星街市場裡面 184巷的巷子口 很厲害 那你說一定要加蛋是不是 對啊 因為它的加蛋之後就真的還蠻好吃的 它有點像那種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蘿蔔絲餅是什麼 蘿蔔絲餅有吃過這個嗎 沒有吃過耶 不過它麵條很香喔 而且它超大一塊 那一大塊就多少錢 蘿蔔絲餅的話是30 加蛋之後是40 有理價錢正常 而且他們現場都帶手工的麵粉 然後現炸 他們的速度都是非常的快 不過一般蘿蔔絲就是蘿蔔絲餅 這蘿蔔絲餅吃起來是 蘿蔔絲餅 我看那個 母女跟父子融合作 你確定嗎 我問一下 請問一下 你們是母子跟母女一起做嗎 沒有 我們是第二代 那是第三代 第二代 你看 我猜對了 一家大小來做這個 醬仔口 那我相信介紹完 應該這邊就會爆炸 這個五顆心 你們各自給幾分呢 總共聊天 四顆心 因為它是蘿蔔絲餅 好吃 零蛋咧 我也是四顆心耶 你也是四顆心是不是 對 因為我覺得剛剛 可能沒有加調味料 所以我也覺得沒有什麼味道 但是我覺得它分量非常足夠 哪裡咧 應該 要給它4.5顆心吧 因為以蘿蔔絲餅來說 真的算蠻好吃的 而且它就是 它其實它雖然是用炸的 可是你也不會覺得說太油 然後它的調味料 我覺得還蠻剛好的 就是說你比較重鹹的人 你也可以自己加醬 他不喜歡吃重鹹的 但其實也蠻好的 而且就加一顆蛋 其實就是一餐就結束 你講對了 因為它蘿蔔絲是四分明 然後不會太膩 所以很有層次 吃出傳承的味道 一吃接一吃啊好不好 好 那下一間要去吃的是什麼 我們要去吃 裝進路上有的一間叫 直人凍聖夜食堂 直人凍 直人凍聖夜食堂 喔 凍飯啦 對 凍飯 那是你平常的午餐 午餐晚餐高夜 你確定好吃嗎 必須好吃 好 說好吃 我就說好吃 反正今天給你介紹 好 你就盡量講 那我們就跟著直人走吧 好 Let's go 好 那我們到了最後一間我推薦的店 然後這間叫做 直人凍聖夜食堂 那是什麼機緣下跑來這邊吃呢 因為我以前住在這附近 所以就是以前這間店 它其實是開在 剛剛我們去的那無心市場裡面 然後就是從那邊一直吃 吃到現在它變成店面這樣子 喔 從小間到大間喔 它這種通常就比較有食材的保證 因為其實凍飯算是比較好複製的餐飲行業 但是也必須要 料夠新鮮 夠好 你看這邊很便宜 它的都才 九五一百 健康餐隨便都兩百二兩百五幾料 對 欸 這個很適合學生來吃耶 你有推薦哪一個 推薦的話是 長陽雞塊丼 然後跟它的 豬排 欸 那我想要吃月初牛丼 那月初它就是會 那月初它就是會 多一顆溫泉 溫泉蛋 喔 出來吃溫泉蛋 你呢 我還好耶 你還好 你來這邊幹嘛 你來變通道 不然你就要吃我的啦 好不好 我要一個姊妹洞 好好好 可以這樣講嗎 那我要一個兄弟洞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大份量耶 你看它的七塊總共有多少 六大塊 都很大塊 超大塊耶 而且一百塊這樣算還不錯 對啊 每一塊都是這麼大喔 對 每個餐點份量都長 都這麼大 而且如果學生吃飽 很餓的話也可以跟老闆說 它會加飯嗎 對 它會加飯 免費加 真的好 熟悉 熟悉牛味 待會教你一個雞塊 配一碗飯 欸 那我這個是 月初牛肉 月初牛肉 對 我也比較月初牛肉 因為月初 比較有錢配點 比較好一點 喔 月初發音 對 對 然後你再把牛肉 沾一沾蛋子 唉唷 喔 來來來 它牛肉非常嫩耶 而且它完全不會就是柴柴的 然後再搭配它的醬 因為它的醬汁是甜甜甜甜的 不是那種濕鹹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下飯 滿分耶 這個我大愛 那個五顆星 嗯 五顆星 月劍牛肉 五顆星 怎麼樣 滴滴 它的雞肉不會太柴 它是嫩的 而且它的皮 就是常常會壓在上面 然後就會軟掉 但它還好 欸 它雞排超大塊耶 它的雞排是 雞胸肉下去做的 然後豬排的話是 米雞豬 我覺得它這邊很酷 是它的雞塊吃起來 好像雞是活的 真的吃起來 小雞亂跑 真的吃大肥百分 白飯也蠻好吃的 白飯也蠻好吃的 來 我來吃 妳說好吃就好吃啊 沒錯 妳繼續介紹 對 可以吃得到 它跟外面白飯比起來 和白飯真的有的用心 白飯吃得出它在用心啊 這個就是有用心的白飯 你們分得出來嗎 觀眾 你們分得出來 你們真的很糟糕 用心 用心去感受 好 這間職人洞 大家要給幾顆心呢 五顆 我就爆出來了 我給四顆半 我覺得這個跟月見洞不錯 然後飯又有用心 我喜歡 泡菜我就覺得 跟一般泡菜差不多 但是這個份量一定給過 因為花錢吃東西 就是要吃吧 我也是給五顆 因為它這個雞排真的 算得多吃 而且它這個泡菜 其實可以經驗的作用 你講了半天 你一口都沒吃 對啊 吃一口感覺怎麼樣 它的雞胸肉不會柴 這句話前面講過啦 靠腰啊 我已經夠沒有詞彙了 你還在那邊 只有會詞彙 跟你說啊 介紹美食就是要用一個句法 就是直接過關 不會怎樣也不會太怎樣 介紹的萬用還是怎樣 這個牛肉 它不會太硬 也不會太硬 過關 來換我一下 這塊豬排 CP值不會太低 油花也不會太少 可以不要試試看啊 不會太怎樣也不會太怎樣 那我覺得他們這裡的價錢呢 不會太低 也不會太高 唉唷漂亮 換我換我 來換你換鈴鐺 我覺得這邊的雷氣 不會太冷也不會太熱 好厲害 講的一個很模糊的關鍵 大家也聽得很煞煞 好感謝這位子余同學 今天帶我們吃這個 無星市場這一區 那因為我們上一次 有說可以來信 大家可以介紹自己喜歡的餐廳 來信非常踴躍 那記得如果你們寄信來推薦的話 務必附上自己的個人IG 還有餐廳的資料 那你不要介紹那種 大家都知道 吃過的 因為我們一集節目就是拍大概三間 那希望這一些餐廳 對你們來說都是有故事的 或者是哪怕是你家人開你 真的覺得超屌超好吃 寄信到這邊 好玩欸這個 你來當主Key 我來附和你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台度全都擊敗 YT為了夢想 從沒到一 為了報紙稅 愛你爆爆爆整隊 我們台度全都擊敗 YT為了夢想 從沒到一 為了報紙稅 愛你爆爆爆整隊 要我改變 準備當著我面 專名留言 留了幾遍 對你發誓 幹你的妹妹 小朋友 有沒有 你很難地 決定 你 發二 你